全球的战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3号的下午 美东时间是4点钟 那还是按往常一样 今天是我们的联盟直播 因为昨天是Labor's Day 所以呢我们推迟了一天 也给大家提前发了公告 也希望所有的战友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 安静的这个Labor's Day Waken的吧 那么我先开始我今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就对于上个星期的工作总结 包括接下来的工作的重点的一些总结吧 因为这两个是相互关联的 所以就放在一起来说 那好第一点呢就是咱们的Discord 整个这个群 现在呢在上个星期呢 也是进一步的都完善了 那而且呢有了一个完整的管理小组 那这个小组呢也已经出了所有的管理规则 而且有这个轮班制 将来会来在这个Discord群里头来做完全的管理 第二个呢就是老椅子群 而且老椅子的群的规则也是进一步的完善 而且呢也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 应该说是用规则做了一些事情吧 因为我据我了解的上个星期呢 有这样的情况就是 有人在群里头吵架 违反规则 然后呢当时就被要求一个 限时一个小时之内呢 要提出自己的身份认证 当时就有两位战友 战友这个老椅子吧 就被提出群了 在一个小时之内因为没有验证身份 后来是有一位是五分钟之后就验证回来了 还有一位是第二天验证回来了 那他自己也道了歉 因为他当时应该是喝了点酒啊 但是呢有情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在群里头呢发泄这种情绪影响群里头的规则呢 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们今后呢还是会秉持所有的群规来处理所有群里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因为管理小组嘛 因为我们要让这个群里头的这个气氛要活跃起来 那这个管理小组呢也会从其他的这个资源里头呢 找一些灭供相关的信息啊资讯啊 跟大家在这个群里去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活跃起来能够参与起来 好不是吵架 好这是老椅子群的一个进展 那接下来就上个星期呢 我们包括NAC啊包括那长天啊 我们也有很多的在线下的很多的跟Legal方面的 就是法务方面的一些接触 因为我们这里在做很多的法务方面的准备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联盟 需要一个更加的清晰的更加透明的 更加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从新开始的一个我们新中国联邦的这么一个联盟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切割所有过去的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避免法律法律上的风险 所以这是我们正在抓紧时间在做的 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之内 两个星期之内就会有这个真正的结果出来 到时候可以跟大家来做这个汇报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新的这个NFSC TV上的这些节目 这个咱们为真不破 上一期我们已经推出来了这个疑问易答 这个是怀疑的意 意是正义的意 对吧 这个是安红杰主持的第一期节目 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节目效果呢 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想法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当时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岩石 当然这个也是安红杰比较辛苦了 第二个呢就是在节目内容的沟通上 因为我在节目开始开播前几个小时 大概在安红杰休息之前呢 是跟他有个沟通的 关于这个节目上问的三个问题 其实最后两个问题 我是有提出其他的新的建议 安红杰当时也给我点了一个赞的手势 但是在真正节目播出的时候 可能由于他这个刚刚这个醒来 或者说节目本来就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并没有按照我的建议的两个问题去问 所以节目上呢 我觉得这个预期的效果不是很好 当然有一些战友看着是很爽很开心了 这是节目上的 那么在这些节目上呢 其实我们因为是第一期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这个节目安排上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在做及时的一些调整 接下来呢会引入一些新的 更年轻的 更新的一些团队 跟安红杰一起配合 来把这个节目做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新的节目 在这里呢 我提前做一个预告了 那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期盲星的第二季 马上就要推出 一个星期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宣传 也希望我们在联盟例会上 其实已经跟大家 各个农场也都已经说了 希望各个农场做动员 所有的战友呢 能够积极的参加 因为这个节目呢 短平快 而且它的非常的直接 真的就是一问一答 这个我觉得这个宣传爆料革命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那苍天也是以前就参与过 还得过名次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节目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支持它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时间点 我非常想念时间点节目 但是我呢 是因为个人原因 以后可能就不做这个节目了 那接下来的节目会由苍天 还有我们的内科 还有我们的Superman 一起来做这个节目 在下星期呢 就会 星期二应该就会推出来 重新开始 那么我听说 听说在这个节目上 也会有一些小的爆料 我非常期待 我也请大家到时候关注 因为这个料跟中共是密不可分 跟我们的灭共事业也密不可分 希望大家到时候关注这个节目 应该是星期二早上的11点 这个大家到时候关注 这是在节目上的一个安排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更新了 比如说我们的G News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点我要跟大家 G News的网站的确已经被关闭了 因为在后台的GoDaddy网站呢 已经被FBI 已经这个封存了 或者动整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所以G News 我们大家打开网页 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澄清一下 完全不是 所谓网上有人攻击悟空的 根本不是 跟悟空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FBI做出来的这个动作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怎么去 G News怎么去应对 那么G News自己的法务团队呢 竟在做这个后台的一些商量 或者运作 看看是否能够 能够重新恢复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等待他们接下来下一步的消息和行动 那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就更要给大家宣布下一个消息 就是其实已经上一次说过了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呢 油管上文贵先生的频道 已经加上后面加了这个备注 就是NFSC代理 这个也是我跟文贵先生见面 他当面授权 给我们使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接下来面临的这种各种挑战 各种对我们的打压 包括盖特在内 都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个油管频道 我们可能就是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宣传平台 而且本身这个平台的关注量都非常大 那我们只是说要怎么把它用起来 把它用好 那么我也据我得知的信息呢 盖特是在做后台的调整 大家不要去乱猜测 什么某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这是整个后台的一个团队的调整 那么目的只有一个 就让他这个盖特变得更好 更稳定 更安全 所以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耐心的等待 不要乱猜 不要乱攻击 好吧 这里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补充 那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其他的NFS Speaks App 这个App当时呢 可能也是出现了一些AWS上的一些技术问题 那么这个呢 我们正在跟工程师团队来协调 希望呢 很快的能够重新的上线 这个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咱们工作方面的 我也想就交代在这里 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 我觉得是一些大家应该说过去这几天 或者这一段时间来说比较关注的 或者说大家比较想有问题的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那在交流之前呢 我想这里有一个 我们做了一个PowerPoint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五大制胜法宝 什么制胜法宝 灭供也好 或者说我们想成功 想成为最后那百分之五 走到喜马拉雅顶端的人的法宝 这是一个高人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老的战友跟我分享的 我想今天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出来 那这个其实大家如果看过的话 这都是文贵先生其实早早就告诉我们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不要把手伸到战友的口袋里 第二呢就是不要把手伸到战友的裤裆里 第三个呢就是为真不破 第四 凡事都要站在新中国联邦大局来做决定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稳定农场 服务好战友 维护战友的利益和安全 这是我们新联盟要做的事情 或者联盟一直秉承的做事的原则 好那说到这个为真不破 前头两条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去解释的 对吧如果有人做了这些事情 那他该面临的法律这个责任 承担的法律的后果 那是他们自己个人去承担的 我们不需要再去做过多的解释 那为真不破 我想这里这也是以下说的 其实应该有很多的一部分 由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理解在里头 想跟大家这里先说清楚 那么说到为真不破呢 这两天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来了到底是真还是假的 那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些澄清 就是说我跟昨天包括这个 昨天我都跟小李阿炳八爪鱼都有电话沟通 那么文贵先生也给我来过电话 那么小李八爪鱼接的电话都是真的 包括文耀接电话也是真的 那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就是接电话是真的 但是他的内容有时候可能是不够全实的 不够完整的 或者甚至像文耀的发的X 他的内容都是不属实的 甚至就是有误导性的 那么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因为作为这个当事人 我觉得我是可以说的 如果不是当事人 你当然很难去辨别他的一个真假 那这里先说到一个不完整的话呢 这也是小李在发X发了四条 但是呢小李其实记了很多条 是36条 也都发给我了 那么这36条呢 其实我也是事先都在我的手机上 我也是征求了这个小李的同意 就是因为他是拿过来分享 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我当然不可能36条全读 那小李是分享了 他在36条中的第二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三条和三十五条 那我在这里呢会挑几条 他没有分享的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里头我觉得会大家都有帮助 那我想分享的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对应的第三条 第三条是这样的 7月16号之后 在法庭上 法律上 长岛哥和那些被定为共谋犯的人 说的任何关于这一系列的话 严格讲都是犯法的 对于共谋犯本人 都是形势的威胁 可悲的是全联盟 全战友 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是第三条 第七条 长岛离开美国 是长岛要求解散铁血组 解散一半的农场 不存在有人要他 要file掉他 或者攻击他 而且我们 好 这是第七条 第十七条 这是关于我的啊 后来关于悟空的事情上 青藤处理的不好 他有责任 包括对战友的态度 都有责任 这个我待会会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因为我本人给悟空 包括他的先生都打了电话 道歉 那这个我待会可以在后面 可以跟大家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分享都没有问题 这是我个人做了道歉 还有最后一个分享是第三十一条 三十一条就是 根本不存在什么交接 七月十六号之前都是长岛哥在负责 七月十六号之后 是青藤负责 所以现在都是你们这些人的义务 关键是要有法律常识 一切投票决定 一切法律决定 好 那我就分享这么四条 因为小李只贴了四条 我也不想再过多的分享 我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候 里头有些适当的内容 小李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其实分享这八条 已经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内容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有战友在联盟立会上也问过我 这么多的电话 这么多的人也还都在说 这个所谓的真假问题 我们怎么去辨别真假 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子 我们不需要去纠结真和假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提到文耀的 不好意思 我没有回用文耀的这个 它的内容不真实 为什么 因为文耀的第一个X说 文贵先生给青藤说 出章城 这个临时章城是错误的 去除农场主和CEO的身份 也是错误的 那这个我想说的就是 文耀的这个X完全是不属实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是文贵先生告诉我 而我在见文贵先生的时候 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而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 这个是可以验证的 而且我是当事人 不是什么Hersie 那第二条呢 就更夸张了 文耀写的这个X说 他在接到电话 跟阿炳姐 跟八爪鱼接到电话之后 很惨共其辖 马上联系了联盟和我 对吧 我想说这一点 作为本人 我本人 这个是完全是错的 因为我是 这个第一个 给阿炳 跟八爪鱼 发了信息 希望跟他们沟通 后来我们有 长时间的电话沟通 我跟阿炳姐 第一个电话打了50分钟 跟这个八爪鱼打了 大概半个小时 在打完这个电话之后 阿炳姐才同意说 他要不要召集一个 其他十个农场 就是这个发了联合声明的 十个农场 一起开个会 我当时说好的 没问题 这样就有了 当天晚上 我们十个农场的 所有的CEO 可能这个农场主 大部分都到了 还有这个酒桶的 几位负责人 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那这个才有了 后面的事情 那会议的细节 我不需要再跟大家 说太多 我相信以后 慢慢会有机会 跟大家说 那在这个会上 其实很多的 这个农场主也说了 当时他们的 做出决定的原因 或者说他们 其实是支持新联盟的 那么这一点的话 我也非常感谢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就回到刚才说 判断真假 怎么判断真假 因为我们个人 是没有能力 去判断真假的 甚至说 真的东西 有时候出来 别人可以说 你是制造的 你可以是AI的 对吧 我们假的东西 说上一万遍 而且有人配合 也可以把它说成真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里 我们不需要纠结于 所有的战业 不要去纠结 不要去争吵 去质疑别人的真假 但是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 他发出的这个信息 他发出的这个内容 是不是真的 对爆料革命好 对文贵先生好 对我们这个团结 对我们整个这个整体好 比如说像文耀 这个在这个当天晚上的会上 直接说 我传出来的这个信息 我需要你执行 我马上 因为这个当时都录了音了 是我没有录音 这个当时文耀上来就录了音 而且还有我们的旗霞 作为这个香草山的律师参会 也都在场 我当时就说 No 因为不管在任何场合 不管是我面见文贵先生 还是我们接电话 文贵先生给的全部都是建议 我们所有的决定 从8月8号以后 我们这个新团队在一起 做的所有的决定 都是集体决定 都有我们的流程 你可以说我们的流程 好像没有通知到其他人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 所有的决定的结果 投票的结果 我们都公布出去了 每一个决定都是集体的 所以文耀在这里说什么 让我去执行 这简直就是害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完全我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个我想跟大家解释清楚 那只要是你看到 这个决定 这个信息 是真的为了大家好 为了大家安全 为了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的团结稳定 那我们就可以接受 我们不需要去质疑这个人 因为我们要质疑的是他 发出来的观点 带出来的信息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个人理解 好吧 那么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真的 我们在这里讲 刚才提到的那个为真不破 这个为真不破 除了就是 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看到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真性情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谓的 真实的表达 这都叫真 还有有的人说我有真证据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是真心灭共的 那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在表达任何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想 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对爆料革命有意义吗 对爆料革命有帮助吗 如果没有 这个真 你也不要以真的名义 就把它说出来 把它带出来 因为有些东西 尤其是这种没有证据的攻击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在文贵先生上次跟我见面以后 我发的这个五个 五大危害 这里头已经说的很明确了 对吧 包括 其实我们新中国联邦一直在讲 这个除了真之外 还有善 那我想说 其实这个真和善是在一起的 我们只有真心灭共的时候 我们这个善 其实就是要善待别人 我们要有善言善行 我可能不会去爱每一个人 但是我可能会善待每一个人 我不会是恶言相向 我也不会去攻击别人 这个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的善的表达 因为那些恶言恶语 只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只会伤害到爆料革命 只会伤害到我们的团结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 过去几个星期看到的 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 这个里头 当然我也有我的责任 那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马波 包括魔女姐 唐平的攻击 其实都是我们贪嗔痴慢疑的一个表现 我们心里有怨恨 我们心里有贪念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应该认可我 都要同意我的观点 同意我在这里 都要支持我 这是一种贪念 那嗔就更不用说了 我有怨气 我有个人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攻击 或者这样的言行 这都是错的 当然不可否认 这里头也有很多人 就是言语上是光明伟大 然后光勉堂皇 但是他实际的目的就是煽动 就是煽动分裂 煽动大家的这种制造分歧 所以这种人我们是要小心 我们是要认清楚的 而且可以说这种人将来是会要受到惩罚的 这个是我想说的 关于这个真的问题 真的问题 为真不破 那么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 就说到这些用心险恶的人 我们在老乙子群里头有很多这样的人 老乙子二群的高保龄 不用说了 这一定是个共产党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会犹豫 如果我当然没有那个管理权限了 如果我有 或者我要告诉管理员 这种人直接就必须要拿掉 因为他影响了太多的人 好那说到这个 真正大家关注的这个内容 当然文贵先生提到了 他的很多的意见 包括我们对农场主和这个 十大CEO做出的一些决定 他有他的一个建议 那么他觉得我们做的这个建议 我决定是太过鲁莽 那么其实呢 我个人呢 也是我觉得经过思考之后呢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 文贵先生的这个建议 或者意见 文贵先生 他作为这个爆料革命的发起人 他作为这个爆料革命 非常重要的语言 他的任何一个建议 我们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深深的去思考 去考虑 为什么 因为文贵先生站的高度比我们高 他的资讯 他的情报 他考虑的方方面面 要比我们绝大 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高 那我们需要去认真的去思考 想一想 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决定 为什么他要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给我们 那么我们作为个人 我们心理上 我们情感上 我们在理解上 是否能接受 那是个人的 但是我想说的 我们的决定一定是集体的 我现在发表的观点是 只代表我倾腾本人 不代表联盟 因为联盟需要做集体决定 那么我个人是认同他的这种想法 因为我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的贪嗔痴慢疑 对战友的不信任 或者对战友的一些怀疑 当时也是比较冲动的 投了一票同意 那我现在想 其实我们新中国联邦 追求的是民主 那民主的基础 就是要有包容 就是要有不同的声音 它的价值观 它的理念 它的逻辑 我们需要去聆听 我们需要去理解 同不同意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声音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 这个决定 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改变 或者重新去考量的 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 会开联盟例会去讨论 那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文贵先生一直提醒我 不要有分别心 那我觉得这个不要有分别心 就是要包容 就是包容所有的人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 这里肯定会出现争吵 而且可能会出现很激烈的争吵 我们也看到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民主本身 这个争吵就是它民主的核心的机制之一 因为这个争吵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是一种对话 当然我说的这个争吵 不是人身攻击 不是我刚说的那种所有 没有论据论点的给人扣帽子 那在争吵 在大家互相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然后通过投票的机制去做集体决定 我觉得它是对的 所以我想在这里说的就是 我个人呢 在这里需要做一个道歉 因为我们嘴上说的是 我们要去追求实现民主 但是我因为自己的谭称赤卖衣 不是很冷静的投了一票 或者做了那样的一个决定吧 那么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也有一个 小的这个酒桶的会议 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我在会议的最后发表了自己这个观点 跟现在大家说的 听到的是一样的 那么我想在后头的讨论中 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去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后最后做出一个集体决定 那其实有很多人 这里说到的就是 有很多人会说 那你现在自己做的决定 自己打脸吗 自己丢人了 是吧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 跟随爆料革命 尤其是今天 现在还能在这里听我们 联盟直播的战友 我们每一个人来 我们是拿着自己的命 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来的 包括海东大哥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战友 如果这些我们都放得下 那我的面子 我们的自尊 我们的自我 所谓的这种自我 就是贪嗔赤蔓仪里头 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放不下 我们一定能放下 只是说我们可能没有习惯 我们要学着去放下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民主 我们要追求的是这种自由 就要有别人的发生自由 就要有别人不同意见的表达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我们要小心那些 别有用心的不同意见 这个是我们要睁大眼睛去看的 但是好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一旦有了这种民主的体制 它公开透明 所有的人都会看到 哪些人是真心的不同的意见 哪些人是故意的 这个捣乱的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 只要晒在太阳下 都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 我其实一直想跟大家分享 就刚才说到 我们什么东西能放下 每次当我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我去MDC见文贵先生 因为我想说的是 我在当时见到文贵先生的那个时刻 尤其跟他拥抱的时候 看到他的那种状态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 我能拥抱他 感觉到他的力量 感觉到他的温度 甚至他的胡茶子扎到我的脸上 我看到家人在旁边 郭美 七嫂 我的那种心情 我是没有办法拿言语来表达的 真的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 我像我这样的机会 这么幸运 能够去见文贵先生 能够看到他的付出 因为我在 尤其是上一次见他的时候 整个大概一个小时十分钟 文贵先生没有喝一口水 给他买的吃的 他没有吃一口 全程都在谈灭共 全程都在关心战友们 他没有一秒钟忘掉灭共 他没有一秒钟停止灭共 所以我们自己 像我 像所有的我们战友 我们有什么理由 放不下贪真实满意 我们有什么理由 停下灭共的行动 去陷入这种无端的争吵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真的希望 所有的人 可以闭上眼睛 去想一想那个场景 虽然还是离真实的感觉差很远 但是我想 当你去想象那个场景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一点点 那还有就是刚才第四条 就是说我们做所有的决定 都是要以新中国联邦的大局来做决定 决定我们一定是要做的 我们不能等 因为灭共是不能等的 但是我们只要通过所有的这些 刚才我说的 唯真不破 你真心灭共 你是真心要达成一个结果 那他做决定其实都会比较容易 那我相信这里头需要大家的理解 谅解 妥协 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真心灭共 真心的要去解决事情 为大家好 服务占有 那我们接下来做选择 做决定 它都不是一件难事 而且这个决定 一定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 好吧 这个我想说的是这一点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例会上 一定会讨论 我们在当时公告里头 做出的这些决定 这是第一个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提到的这个章程 这个文贵先生当然也有他的意见了 那这里的话呢 我自己的个人的回复就是很简单 这个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每个人的观点 那我的回答其实是很简单 我们推出这个章程 这个动作是没有错的 因为在过去四年 我们新中国联邦没有章程 大家都是拍着脑袋做决定 一个人做决定 他可能做 他的优点可能是快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 这个时候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法律风险 很多的这个不正确的决定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我们这个临时章程 我说过 我在直播里说过 我们在发出这个公告的时候也说的很清楚 这是一个临时章程 大家必须 哪怕只要坐在一个屋子里去讨论事情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章程去 去跟随 去按照这个去做 谁发言几分钟 什么时候你可以举手发言 什么时候不是抢别人的话 去攻击别人 这都是要有规则的 那你可以说这个章程的内容 没有不够完整 需要讨论 我承认 我们open给所有的人 包括那前头的这个十个农场主 我也希望在接下来这一周 所有的农场主 可以对我们的那个章程 提出你们的意见 逐条的提出意见 甚至是你写一本新的给我们 我们可以在以后的 如果大家回归到这个联盟群以后 我们会深入的去讨论 会形成一个终结的版本来用 但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一定是要有一个规则 这样才能走下去 规则的细节我说了 大家不用等 现在就可以提出意见 每个人都有我的手机 每个人都有我的这个联系 大家可以跟我沟通 当然这里头也说到一点 就是有一个症结在哪呢 因为按文耀的说法 这里头有个因果关系 他说的是 因为前头有这种谩骂 这种攻击 大家都伤心了 而我作为联盟秘书长 没有公开表态 放纵这些言论的这个散播 那我呢先道个歉 因为我当时是没有表态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点 就是因为我根本 很多的信息我是不知道的 因为如果有大家看过我的X 或者有我的盖特的话 我不是很关注这些媒体平台 有很多时候 我是后来才知道 包括文耀自己的事情 都是因为有战友 找到我的时候 我才了解了那个情况 才知道有魔女发了这个信息 对吧 那么我想刚才 所以这个呢 是我缺失的一部分 我今后要密切的关注一些 在我时间允许的时候 关注大家的一些言论 一些表达 这样的话 我才能够了解 到底联盟战友之间 有什么样的情绪 有什么样的反应 但我也真的希望 我们的各农场的 这个农场主们 CEO们能够及时的提醒我 能够给我提出要求 能够给我提出信息的反馈 那这样的话 我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 或者在时间里做出反应 因为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 没有一位人过来跟我说 秘书长 如果你再不表态 大家就要离开了 如果你再不表态 那就说明 你是在支持纵容这些人的 那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做个解释 当然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是我工作中的 缺失的一部分 我一定会去改正 那么接下来我想说的 这个章程 有人说你的这个程序不合规 那我想 其实我们这个投票的过程中 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我们有30多个人参与 那么我们真正的老的联盟群 有40多个人 我们这里的人数呢 其实原理上说 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 好吧 那么这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概念 而且呢 有人质疑我说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 贴到老一字群里头 我想告诉大家的时候 到今天为止 那个老的管理群 我其实已经被移除了 那所以呢 这个里头有很多的原因 我也不需要去再细解释 但是我想说的 我们的这个章程不是最终的 我们不管你叫修改也好 你该彻底的推翻从来也好 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需要坐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工作群里头 有能够坐下来 表达自己的观点 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我很难想象 因为最近我一直跟战友们说 这个美国的立宪 我很难想象 在美国的这个费城立宪的时候 1787年立宪的时候 所有的12 这个所有的州都不到 他怎么去立这个县 其实事实上 其实当时13个州 有一个州是没有来的 就即便是来的代表 在会议中有人退会 最终签字的时候也一样 55个代表只有 39位签了字 所以我想说是什么呢 任何的一个这个过程 他都是要有时间 要有这个过程 而且他们当时是历时了 大概四个月 他从5月25号开始 一直到9月17号结束 非常巧 我们今年现在也是在9月里头 所以我想说的 大家如果真心的是灭共 真心的要为这个团提好 我们需要进到一个工作群 我们需要放下自己 一起合作来讨论 否则他就没有结果 他也不可能有结果 所以我真的希望 所有的这些农场主 能够回归 跟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工作 把我们的这个联盟 做得更好 更安全 更稳定 就是最后那条 服务战友 那我想这个呢 是我今天想说的 最后一点呢 我想其实我有一个思考 这是我自己个人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 因为前两次呢 文贵先生有提到 爆料革命真正99%的战友 都在体制内 都在墙内 他们是灭共的 真正的真实的力量 那我就在问自己 那我们这个1%的人 我们在这里干嘛 对吧 我们在争吵 我们在这个 还有这种不同的意见 那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这样 我们在这里 是给体制内那些战友看 我们是新中国联邦人的代表 我们要给他们看 我们是有决心 我们是有这个信心 能够去灭共的 当然能力是那99%的人 那还有一点 我们是给谁看 我们是给外面的人看 外国人也好 外国的战友也好 要让他们看到 真正的中国人 是可以团结的 是有理智的 是有智慧的 是能够用民主协商的手段 来解决我们自己的一些纷争 而且继续的前行 达到我们灭共的这个目标的 所以我相信 这是我们这1%人 这个存在的很大的一个意义 当然我不敢说是全部 这是我的个人理解 那我想 有这个意义在 那我们该做什么 那就是我们应该专注的去灭共 做真实的事情 而不是陷入到那些无端的争吵中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而更不要陷入所有的这些攻击里头 那么最后呢 我就是说到最后呢 就算是一个宣布决议 这不叫决议了 应该这么说吧 我们再一次要强调 不能有任何的攻击战友 没有证据的攻击 无端的人身攻击 包括对刚才提到的这十位农场主 我说了 所有的农场主 CEO在过去几年做出的都是服务战友 他们背负了很多 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险 压力 包括苍天 包括我 我们都经历过 所以我设身处地的去想 我们是要理解他们 我们不能再去攻击任何一个人 更不能有这种无端的猜疑 如果有这种攻击 你真的需要离开爆料革命 好 这是我想今天告诉大家所有的 我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来我们联盟一定按自己的流程 按自己的规则去讨论这些事情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 让大多数人信服的 透明公开的一个结果 好吧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